提著大包小包一下飛機 旅客們看起來真的是鬆了一口氣 總算從以色列回來台灣踏進國門 旅行社也在大廳等候 巨匠永信董學長親自接機 並展現誠意 準備紅包還有小禮物 希望給旅客壓壓驚 真的只要平安就好 行程受影響已經不重要 旅客們一到台灣 趕快跟家人報平安 困在以色列的台灣旅行團共74人 巨匠旅行社兩團永信旅行社一團 其中永信跟巨匠一團分別在九號十號 僅由陸地進到鱷彈再飛到杜拜 巨匠二團從以色列飛到杜拜 十一號轉機香港 十二號中午飛到台灣 下午兩點四十分左右抵達桃園機場 當然我們公司處理非常多 從最早阿拉伯之村也好 然後那些從埃及撤退的這個 然後由政府包機到法蘭克福 或者到以前的安曼 都我們都處理過 以巴情勢持續緊張 外交部宣布 巴勒斯坦加薩走廊跟約旦河西岸地區 維持紅色旅遊警示 將以色列旅遊警示燈號調升到橙色 避免非必要旅行 代表出跟以色列政府保持聯繫 隨時滾動調整 國人千萬不要前往 華視新聞招式屆眾梁茲吉桃園報導